中午用餐時段 店員不停在櫃台招呼客人 外頭還有不少民眾在後衛 蔬果飲料蜘蛛吧 急得水洩不通 店內座位全滿 二號台北釋放颱風假 但是區域幾乎沒有風雨 民眾等於賺到一天假 紛紛跑上街吃飯 昨天宣布放假之後就想說 好像風雨沒有很大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用餐 如果沒風雨的話 就會出來溜達一下 主要是看到說 離台北還滿遠的 所以說基本上沒有什麼危險性 所以我感覺說颱風天火鍋天 所以我就過來跑去吃火鍋 直呼颱風天就是火鍋天 無懼颱風來襲 要趁風雨變大之前 外出飽餐一頓 原型業者擔憂颱風天會沒客人 沒想到業績卻逆向成長 好像八點宣布放颱風假之後 陸陸續續就有客人 在預定今天中午的位置 那到今天中午大概11點 我們開門營業左右 中午的所有定位大概就都額滿了 像今天平日我們中午的定位 就比平日大概增加了快六成 牛肉充滿豬各是海鮮蔬菜 通通烤起來 下午兩點的離風時段 位於西門町的連鎖燒肉店 同樣坐無需席 店內幾乎是三五好友的聚會 還有不少家庭客 就怕放假的小朋友無聊 爸爸媽媽趕緊帶出門吃飯 當然還是覺得有賺到 早上起來就有點傻眼 這樣也要放颱風假 只能帶他來 因為太太要上班 只能帶他出來了 現在的這個情況 因為好像是颱風還沒進來嘛 那我們就是提前就先來吃個燒肉 還是要出來走走 颱風假本該讓民眾在家防臺 沒想到山土耳的慢慢來 反倒讓台北的餐廳和民眾意外 普天同慶 也是新文小企無知恆 不夠的 家長們帶出來白過 更多精采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 請下載